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一本書展優先場的環子 我是Chloe 亦是今天的主持 而很高興邀請到身邊這一位老師 她是嚴智恆老師 她亦是這本書《中國語文無疑詩卷》第二版的編者 嚴老師 歡迎你 多謝 是的 請問一下這本書 你們是以《中國語文科》 接下來這一年做準備的 去給DSE考生 我想先問一下這本書既然是模擬試卷 有沒有說是適合哪一種程度的學生去做 例如說你會覺得中四已經做得 還是都是中六臨尾才去做 做會好些呢 其實我們跟出版社一路談的時候 其實這本書是希望由中四開始買的 因為我們有幾個模擬試卷 由淺入深 同學做的時候最好由第一個開始 慢慢做的時候 最後那個是會程度深一點的 我們是有設計多 希望中四學生 早一點接觸整個考制 特別是我們那些練習 是很貼近新的考試模式 眾所周知 文憑市由2018年開始 就有12篇正義法文 今年2024年實用文的評分 又跟以前捲五截然不同 我們整個模擬試卷設計 就是想考新透過這個練習 能夠循序漸進 由中四至中六能夠熟習到整個考制的變化 相信由第一個練習開始做 中五做一兩個 然後中六再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不斷更新那個卷別 因為現在我們會適應那個考制的改變 如果學生能夠緊貼到那個考制的改變 能夠循序漸進去做 相信那個文憑市的中文科 是會得心願手的 的而且確 因為我記得你們 我們剛剛在拍攝之前 我們也有討論過 這個試卷其實它都會有不同的版本去更新 所以無論是中四或者中五中六的學生 保持著去更新買這一本的模擬試卷 都是能夠積小成多 去增加大家對於中文科DSE的一個認識技巧 另外我也想問一問 因為這本書是有兩位編輯的 但另外一位編輯就沒有空來 我想問一下是甚麼機緣巧合 還是甚麼契機會令到兩位中文資深科老師 令到你們去合作去編寫這個模擬試卷 其實我和黃老師已經認識了超過十年 在2007年中文科新學制的課程變革的時候 我們已經和教育圖書公司出版了一系列的認識訓練 我和黃老師都有一起參與認識系列 到現在因為中文科的考制變化得很大 所以同學對於DSE中文科的熟悉程度 或者他們會很焦急 對於他們來說很多的考試題型很陌生 譬如我閱讀理解 這兩年的變化 實用文的變化 我和黃老師都覺得 是要出一本貼近於DSE 甚至乎可以做一個預測性的題目 給他們的學生掌握 事實上我們找閱讀考材 是真的有精挑細選的 譬如我們在2024年DSE考之前 我們第一版已經找了 今次的2024年DSE考材裏面的作者 李娟的作品給學生做 所以其實如果學生 在2024年那屆DSE學生 如果他做了這本 其實對於他去應戰 其實有一個熟悉感 以及他沒有那麼害怕 臨場應戰 再加上我們的題型 是參照了最新的考制安排 所以相信會幫到學生 我想我和黃老師或者教徒那邊 其實都想幫現在的DSE考生 對於中文科的掌握可以提升 因為剛剛我們也提過 這個試卷真是你們精心挑選 也不要說貼題 但是你們都很理解現時 我們這個教育 他們知道我們現在的新學制 他們的一個改制 所以他們加了很多的泛文 也令到真的有很多不少的認識畢業生 認識考生 他們都會很緊張 因為他們就會想 他們現在無端加了12篇泛文 我又要背12篇泛文 但跟以前的絕訊有不同 假設有勤力的學生 他們之前有做過絕訊 突然發現有那麼不同 真的很需要一些模擬試卷去幫他們 另外我也想問一問 剛剛我們提到泛文部分 泛文部分都有一些問答題目 亦都是試卷裏面的甲部 其實泛文方面 會不會跟中國文學科有些相似呢 因為以我所知 中國文學科都是需要 會一些學校指定的編章 然後去做一些文學上式去比較 如果單純在甲部的12篇證泛文裡面 DSE的中文的泛文考核 是相對淺很多的 因為DSE的中文科是主科 文理商的學生都要去考 所以提型設計 就不是單單設計給文科生 可能還要設計給雙科 理科的同學 對於他們來說 如果考文化科的課文 即是那種深入程度 可能那批學生未必應付到 所以其實考評局去設置 這個12篇證泛文 其實目的是想學生增加 提升的育文素養 所以同學不用那麼緊張 他每一年其實只是 主要是考一至兩課 科文 所以一般來說 學生我看到 如果同學有認真讀的 有做模擬試題的 基本上甲部不是一個問題 主要他們最大問題就是 《月報》白畫文編章 因為《月報》白畫文編章 它的提型這幾年變化得很大 特別是他很需要學生 對文章有一個洞察力 特別是作者寫這篇文章 背底後的用意是甚麼呢 整篇文章的立意是怎樣 同時間也要求學生 用他的分析角度 去了解解整篇文章的寫作手法和內容 其實如果你說白畫文的閱讀理解 離不開考你四件事 內容、結構、寫作和修持手法 如果同學做這本模擬試卷 特別我比較推薦同學 看一看評分參考 因為現在的評分參考這兩年 是有一個特別的做法 就是他比較接受學生 多樣性的分析角度 甚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他用人物形象 去分析篇文章的寫作手法 可以 可以用場景描寫去分析 或者從內容結構分析 也可以 只要言之成理 所以其實現在的考制 對於多閱讀的學生是有利的 換言之可能讀文學科的同學 他們都會容易些去掌握 因為他們本身對於修持 或者一些作者背後的異象 他們可能都比較熟悉 但是如果是理科的同學 或者是不太喜歡閱讀的同學 都不要緊 因為這一本的模擬試卷 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事例參考 例如我記得書中 也會有上中下品的不同的答案事例 也可以清楚帶給同學知道 你到底這樣的答案 可以去到甚麼水平呢 同時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建議 另外我也想問一問 我剛剛提起過中國文學科 我們剛剛講完閱讀卷 另一方面 寫作卷上面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讀文學的時候 很多中國文學科的朋友 他們做中文卷的作文 會被人稱為失守 為甚麼失守 因為他們可能用了不同的框架模式 去用中國文學科這件事 套用到中文科的寫作裏面 導致他們的分數不太理想 那這本書裏面有沒有一些建議 或者可能老師 你作為老師之心的老師 有沒有一些建議 帶給我們中國文學科的同學 或者普通考中文科的同學 應該怎樣去面對他們作文 尤其在這個命題寫作這方面 有甚麼建議 這條問題問得很好的 因為這個問題正正就是 我們這本模擬試 有別於其他出版社的模擬試的優點 我們的作文的考題 甚至評分指引 都必會附加上中下品的文例 為甚麼我們要堅持這樣做呢 因為學生如果寫完出來 他沒有一個範本去參考 怎樣失分怎樣得分 其實他是無所釋從的 另外回應剛才你的題目 文學科和中國中文的DSE 寫作有甚麼分別呢 文學科其實是重視學生的創意 和文學手法的表現 但為甚麼有些文學的考生 他考中文DSE都會失受呢 就是因為中文的DSE寫作 是名題作文 簡單來說就是 他有一個框架 有一個要求 是要學生去理解題目的要求 然後去寫作 簡單來說我們是需要拆題 審題 先納以後取材 學生才能滿存到 考題的要求 如果你就算賣弄文學手法 寫作手法表達你很強 如果你對題目不了解 對於DSE的寫作有甚麼要求呢 基本上你很難入品 即我們說的很難拿四等 所以如果你看回百分比來說 中文科如果拿五等 是等於全港的頭十個百分 拿四等都是一半人數 就是因為很多學生 知其言不知其所言 是不知道文章為何失分 而我們模擬試卷的評分指引 是長列了那些文章 怎樣去得到分數 或者為何入不到品 都有所說的 希望同學看的時候 做的時候不是做完就算 真的要了解一下我們製作的法文 因為其實我們最花時間 除了挑選閱讀考材之外 其實寫作部分我們是花了很多心力 去幫學生去拆題 甚至是製作一些上中下的文例 給學生參考 希望同學可以在當中 能夠知道掌握DSE的要求 的確 因為我記得自己在小時候 就算是去教育局 找回相關的模擬試卷 或者是以前的試卷 都是有點迷惘的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見到 五星星應該是這樣的 這樣 但我不知道這樣即是怎樣 但這本模擬試卷就不同 它幫我們細分了很多 這個五星星所謂的相品 它是有甚麼特徵 它的框架和它的要求 透過這幾樣清楚的要點 都可以令學生更清晰地知道 自己應該是怎樣進步 或者自己的水平去到哪 剛剛老師也有提到 這本模擬試卷裏面 除了有講到不同的 上下下品的一些示範之外 亦都令到你們很投行 但我亦都想問一下 你們在分工上 和另一位編輯王老師 有沒有說有甚麼特別分工 即是可能說 你是負責處理寫作的部分卷 而王老師會不會處理另一份 還是怎樣分工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和王老師 已經合作了十幾年 所以我們兩個的分工 其實很簡單 是一半一半的 簡單來說就是 我又會寫閱讀卷 又會寫寫作卷 而王老師也會寫閱讀卷和寫作卷 簡單來說就是無分比辭 所以換句話來說 大家各位同學 各位讀者 都可以體驗到 這本模擬試卷 都是兩位老師的心血 始終兩位老師 都是資深的中文科老師 他們都隨著時代的變遷 他們都接受過不同制度的 中文科的一個變化 一個考試制度 為同學而制定這個模擬試卷 所以我相信這本模擬試卷 都能夠令到各位讀者獲益良多 不好意思 另外也想問一問 剛剛提到我們閱讀理解方面 我轉個彎去 閱讀理解方面 我們剛剛有提及過白話文的一個困難 因為他們是一個轉了制 所以多了一些彈性空間 給同學去背答問題 另一方面文言語 是不是又好像我們小時候 這樣理解的 你背得多一點就熟了 還是在這本模擬卷 也會有一些提示 或者是提升技巧的方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 坊間的文言語練習 輸很多 但是我們那本模擬試卷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們那個選材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選入去這個做模擬試卷的 文言語考材 是貼近DSE考試的水平 簡單來說就是不會太深 不會太淺 基本上如果同學 我們這幾份模擬卷的文言語 是懂得做的時候 我相信你在DSE的真實考試 是不會太多的落差的 另外就是回應你所說的 就是文言語可以怎樣提升呢 雖然我老身上談就是多讀 其實同學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通常文言語的學生失分 就是他一看的時候 他沒有釐清那個人物關係 和整篇文章 其實通常文言寫的東西就是頭中尾 但是同學一看到一大段的時候 他們會不習慣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這件事你要慢慢去掌握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的模擬試卷 我希望同學做的時候 就算不懂也好 嘗試去做 做完之後再看回我們附加的語役部分 千萬不要就知難而退 做完之後馬上就放棄 我沒有能力做了 然後就看語役 這個變成了 你就錯失了一個練習的機會 是的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 做那些文言語功課的時候 都會 咦我看不明白他說什麼 然後就直接看語役 變相就沒有能夠 好好的運用這一次的訓練機會 去理解到底這個文言語 這個字應該語役些什麼 或者是這一段段意 是怎樣的 但是既然兩位老師都精心地 為大家去打造了這個模擬試卷 大家應該不要像我這些學生 就應該好好仔細地去參與裡面的內容 除了在你遇到一些題目 一些困難的時候 你也可以嘗試好像老師這樣說 就是不要自難而退 應該努力破釜尋咒 努力一戰 去幫大家 因為老師他們除了在挑選試題的內容裡面 也幫大家去好好篩選 亦都選了一些不同的 適合你們的程度的一些內容 給你們去做的 亦都可以給你們去做參考 有不同的一個上中下品的回答 去給指示你們 讓你們可以知道自己應該 從哪一個方向繼續去進步 另外我也想問一問老師 你們對於這個中國語文科的模擬試卷 因為其實坊間的模擬試卷都很多 我講的未必是其他類似這些的出版 但亦都有可能是 可能有些機構有些摸卷 或者是PASS Paper 其實類似的PASS Paper或者模擬試卷 這一本又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其實我們這本模擬試卷 首先做的時候一定會參考考評局 過往整個DSE的評卷要求 甚至提形 另外我們會再向前想 究竟它將會出甚麼 我們都會有思考 當然坊間的練習五花八門 我亦都相信考評局議權人 都會看一看的 亦都不會說一模一樣 但是我相信如果同學做得多這類 貼近DSE考制的試題 相信他考的時候 臨場表現會好的 另外其實我們配合這個模擬試卷 亦都會每年考之前 會製作模擬試給學生參加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模擬試卷是坊間很多的 但是能不能夠提升到學生呢 其實重點在於這個市 究竟它的提形 甚至乎它能不能夠有一個預視性 比方說如果譬如說實用文 我們以今年出的實用文為例 今年出的問題 其實下一年會不會出呢 今年出的寫作題型 如果模擬卷亦都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考評局會不會出呢 反過來 為何有些學生臨場的事會那麼害怕 會失手呢 就是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每一次我們考試 一出來的題目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些提形或者去問的內容 跟我們心目中坊間所見的是有落差 那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是抱著這個心態 我做完這個模擬試卷 今次考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相信你是會失望居多的 反過來如果你是這樣想 這個模擬試卷 是令到我知道自己的強弱基危 然後再就著 譬如說我12月做完模擬試卷 跟著還有三個月去提升自己 取長補短 那的時候呢 反而你是還能夠提升自己的閱民能力 簡單來說 其實中文科我相信是貼不了題的 只能夠保持一個方向 正如我們2024年出這本模擬試卷 我們找到李娟這個文章給學生去做 但是2024年的DSC 是沒有可能出回我們李娟的這篇文章 他會出其他文章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已經發揮作用了 我給了學生知道這個作家 大概他的風格是怎樣 他文字表達能力的佈局謀編是怎樣 同學看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比一般學生 勝仁一籌的了 所以其實我們對待這個模擬試卷 千萬不要好像馬經那樣 想著是貼題目 或者我參加的模擬試卷 外面坊間就說一定貼中 百分百一定是騙人的了 但是我們的普序心態就是 這個模擬試卷大方向 資深老師設計了的模擬試卷 大方向可能都是 雖不中亦不願意 但是我們抱著的心態是 知道自己的優點 知道自己的弱點 其實最好就是知道自己的弱點 還有幾個月可以補救 其實你的DSC 才會大機會取得好的佳值 是 我們剛剛都有提過 就是這個模擬試卷 是老師他們精心去貼近 我們現在 接下來這個考試的趨勢和方向 而去設定一些題目 其實大家都知道 每一科尤其文科 每一次出的題目 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樣 但是有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每一位的寫作作家 他們寫的一些文章 多數都是有同一個方向的風格 所以例如剛剛老師說的 李娟或者是大家認識 比較多的一些文學作家 他們寫的方向或者風格 甚至是他們常用的修詞技巧 大家都比較了解 或者本身不懂 但是作於一些模擬試卷 原來大家接觸了這個作家 也都透過重複去做 看完答案 也都知道了解這個作家的一些特性 和特徵的時候 能夠幫助大家在答題的時候 萬一這麼幸運 又遇到同樣的編章 或者不是編章 只不過是同樣作家 或者再是差不多類型的一些編章 都能夠幫助學生 去更加能夠熟習這一類的題型和題目 另外這一本的模擬試卷 我相信都是兩位老師的心血 你們其實上一版是何時做的 上一版其實是去年的暑假開始講工 因為為什麼不一早幾年前做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現在的DSE中文考制是變革的 有些浮動性和不確定性 所以我相信越近 越能幫助學生 另外就是我們也有個模擬試卷 給學生參加 都是同樣道理的 因為如果深水清的考生都會知道 其實每一次考DSE之前 那半年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是很大機會 需要同學知道 譬如世界大事 或者社會時事發生的事情 其實很多科都是這樣的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無論中文科或者其他科都好 其實考制的要求就是要學生 緊貼時事 在生活之中取材 其實我說回寫作為例 是的 同學可以多一點在生活 或者學習層面裏面 提取多些寫作的養料 如果同學能夠做這個模擬卷 亦都可以在生活之中 找到自己的寫作素材 相信其實對於你來說 那個學習更得心應手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有一年的DSE題目 真是很貼近我們的時事生活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剛拼起那些 手提電話 智能電話 然後題目剛巧就是 如果有一天你沒有手提電話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在做模擬試卷的同事 或者做不同的過程 或是自己日常生活之中 你們都應該要更加留意 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細節 能夠發揮你們的想像 亦都需要同時 深入地了解我們中文科的一個 寫作的玩法 或者是一些閱讀理解的一些方向 你們都能夠好好地發揮 在你們接下來的一個應視裡面 另外最後我也想問一問 老師 你們這麼辛苦編寫了這個模擬試卷 未來都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去推出 那你們會不會對接下來 這些DSE的考診 有什麼鼓勵的話呢 或者老生常談 讀書破萬卷下不如有神 我覺得DSE的學生 其實只要盡其在我 利用這兩年半的學習時間 盡力去做好自己 除了做模擬試卷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所有的生活素材 甚至乎你的課文篇章 其實都可以作為你 提升與民能力的養療 關鍵在於你能不能夠放眼世界 能不能夠拋開自己的出波 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天 我們都是學習的機會 希望同學能夠找緊時機 努力去讀 相信你DSE的中文科 會效祖保佳積的 是呀 最後都想跟大家說一句 因為我相信這句說話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你們12篇範文裡面的 其中一句 勸學裡面有一句 文字約學不可異議 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啊老師 讀書呢 我們是不斷去前進的 不可以停下來 就是說假如說 就是持續進修 是的 那其實 是的 老師先說完 那我期望同學呢 都可以遲早進修 多一點是不斷去做 模擬試卷 除了做模擬試卷之外 就多讀多寫 這個是學習中文的不易反悶 是啊 那所以同學仔 你們除了要 嘗試做多些不同的模擬試卷 記得要試一試 你一本的模擬試卷之外 也都需要好好地去洞察一下 模擬試卷當中的遊戲玩法 才能夠在接下來的考試裡面 力創界值 多謝大家 多謝